哇,这里就是黄金屋 外面看起来就已经很气派了 没想到里面更加豪华 而且,而且满地都是摩拉 既然整个提瓦特的摩拉都是在这里造出来的 那是不是多一点少一点都很不容易被发现 原来是幼儿室陷阱 好险好险,幸亏有你提醒 但就算不能拿,近距离看看应该没问题吧 可以的话,我还想躺在里面睡一觉 有摩拉当被子,做梦也会更香 嘿嘿嘿 哦,对了对了,正式要紧 这里,是不是太安静了 先祖法推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不会没人看管吧 嘿,你看,那是什么 呃,感觉情况很不妙了 我们赶紧去确认一下,先祖法推有没有异常吧 作为引路人,你们的使命明明已经完成 为什么还要来自找麻烦呢 呃,是谁 如果你们是愚人众 或许能够拿到一笔来自女皇的丰厚奖赏 但可惜现在,就只是毫无价值的爱事者而已 虽然感谢你们让我没怎么费功夫 女皇想要,我们就来娶 问题不在于谁会允许我 而是谁能阻止我 哼,交易和算计的时间终于全都过去了 其实我也很讨厌那些小手段 不过为了女皇,我可以忍 接下来,我们可以享受一些单纯的快乐的事 那就是,争斗 争斗?你是那种喜欢找人打架的类型? 哈哈,可以这么说吧 在蒙德,女士在教堂外冒犯神灵 得手以后就急匆匆地离开 她宁愿靠冰雪暂时封住所有人的行动 也不想当场与你一战 这是为了避免战斗时的动静引来歧视 面对强者,她只会优先盘算利益 考虑胜负,考虑出手以后的影响 但我成为执行官以后 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向更多强者挥拳 蒙德发生过的事,不会再发生一次了 好,那就来试试吧 我不会杀死你,旅行者 我只是想享受战斗的乐趣 所以请你陪我玩而已 你打不赢我,所以不用赢 只要和我一样,也享受战斗的乐趣就好 我这么说,你应该能明白吧 好吧,既然你也很想玩 那可别让我扫兴啊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展现你的一切吧 与愚人中执行官对战的机会 非常难得 要好好表现 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很好,你有这样的实力 怪不得女士也对你有所忌惮 那我也可以尽情发挥了 只是我的尽情 对你来说可能太粗暴了 面对执行官的权能 让我看看 你还能做到什么地步吧 不错啊 你的剑术确实有点意思 但,也就仅止于此了 想不到,你还藏了一手 居然利用烈士,反而揭起了仙族法推 别大惊小怪的,像个新兵一样 这种事对九星沙城的人来说 我不是小菜一滴 那么摩拉克斯的神之心 我就收了 原来如此 真叫人意外 原来你才是杰作仙灯的那一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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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啊 不 是你抢先意图得到了神之心吗 是行动比我更快 还是说 我这不是枪了 我也是物业套了给我的 无论是没力的 现在 我快把神之心交出来吧 别让我自己带去 不是我们拿的 他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也该 冷静下来了 刚才那身魔王武装 对身体的负担 果然很大 让我没机会停下来思考 但仔细一想 你们确实没有比我抢先一步 得到神之心的可能性 无论神之心去了哪里 都应该 与你们无关吧 是啊 都说了不是我们拿的 旅者 你今天展现出的实力 比女士在蒙德对你的评价更强 这是为什么呢 看你的样子 心里好像是有答案的 但如果是不能对我说的秘密 那我也只能勉强压抑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 有这场战斗我已经很满足了 同样是追求变强的人都是朋友 尽管这种友谊的形式 只能是互相争斗 真是奇怪的朋友观 但现在 也不得不暂时搁置之几间的交流 回到我的任务中去了 既然神之心不是被人拿走 那会不会是从一开始 就不在先祖法退里呢 更进一步地想 先祖法退本身 会不会也只是一种障眼法 啊 你是想说 恐怕正是如此 那可真有意思 不愧是商业之都的守护神 对契约之外的小手段也非常精通呢 唉 这样一来 就只能发动备用方案了 备用方案 本来不想用这个方案的 因为会波及弱者 说到底 世界属于我们这些追求变强的人 对于无聊无趣的弱者 我平常都不怎么愿意去理会 可惜身为愚人种植新冠 是不能对手段挑三解四的 这就像小孩子 有时候也得学着去吃自己不喜欢的胡萝卜一样吧 所以你究竟想做什么 我要唤醒 婚约阁下沉睡的魔神 魔神 游温之魔神奥塞尔 在魔神战争时败于炎之魔神摩拉克斯 被炎枪镇压在海中 如果让一位昔日的魔神去进宫失去了神灵阵守的黎月岗 你们觉得那位把我们都耍了一通的阎王帝君大人 还能安稳地躲在一边看戏吗 可 可是 魔神战争都结束了两千年 在世上只有七神的今天 你要怎么把远古的魔神 当然是已经准备好了唤醒的手段 哇 那是百无尽记录 我 我想起来了 我们确实有发现愚人中在研究它 没错 给你们的那张只是这场研究的副产物而已 这么多百无禁记录的力量汇集在一起 再加上女皇赐予执行官的力量 暂时解封炎枪镇压之力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 原本对我来说走到这一步 动用远古魔神的力量已经很无趣了 也不符合我的信条 不过 一想到不仅是那位阎神 连你们也必须为此做出应对 倒也还挺有意思的 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吧 失去神明的国度 会不会被远古的恶意重新吞没 不过 如果你们也想陪零月人一起溺死 那就祝你们玩得愉快 追 追丢了 那家伙 跑得好快 那是什么 赶路 赶得好累 要不是输黄金屋的时候 刚好看到曲玉阁在天上飞 我们赶上了吗 漩涡之魔神还在海里 还没登陆黎月港吧 你们 怎么来了 是仙人们 为什么你们会在曲玉阁上 之前听说你们在和七星吵架 已经吵完了吗 诸位仙家的意思是 当此危难之时 仙人与七星也该暂时放下不合 共同对敌 嗯 原来是这样 那么 现在大家的防御方案是什么 呃 那个漩涡之魔神 只是从这么远的距离稍微看一眼 就觉得呼吸都有点不顺畅了 千颜军里有些新兵 已经连战都站不稳了 远古魔神的威亚 看来对普通人的身体非常有害 但正因如此 更不能让那怪物接近黎月港的平民 嗯 好可怕 两千年前的魔神战争 就是在与这样的敌人战斗嘛 嗯 所以 靠现在在场的七星 千颜军 加上几位仙人的战力 能解决海里的那个魔神吗 仲仙家已经讨论过了 答案是 未必 不会吧 可 可你们是守护黎月的仙人 可守护黎月的七星啊 不能想想办法吗 那倒是可以的 诶 此前 龟中记一试 让七星动了心思 前去探角 而今 身为龟中记制造者的本仙 又恰好在此 仙家机关 你们凡人能研究出什么 但只要本仙 对着老旧奴好稍加改进 那就是你们难以想象的进化了 嗯 也算是一种仙缘吧 如此一来 我们就能用心归中计对抗魔神 在场的诸位仙家 也都能够为他注入仙力 事不宜迟 决战就在此时 开 原 会 爱 爱 啊 啊 是愚人庄 他们成贵中机来了 三位真军正在操纵回中机 不要让他们被愚人咒干扰了 能行动的千颜军都跟我上 我们也来帮忙 先祝魔神几千年没降了 来吧 让我看看 那还剩几番本事 让他第一个儿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哇 是平姥姥冲击波 平姥姥好强啊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锅了 开锅了 麒麟之血 护佑你不受惊血所害 放下对受伤的担心 进行施展武力吧 我在魔神战争的时候 也是这样做的 呃 原来甘雨在战争里还有这样的一面 叶查之明 意为清洁 带着我的先例 试着像我一样奔跑吧 跑得太快啦 跑得太快 退救的 快死了 皇群 宇姥 古亦是如此 或许 你能同时承受三种线力 我有点疼 轻忍一忍 事宜以后 就试着运用他们吧 多看我一眼 老实点 古杂是命 可怪 魔神的力量 恐怕已经提升到极限了 坏狼神,只要撐住,後面就沒有更難的了,是吧? 風之神,既知有了嗎? 抱歉啊 財語流行 算了算了,安靜點兒了 既然要我… 以劍為師 真相! 我贏了 想不動,就打扁了 這蠶馬,將是你的永航 也好 登上群玉閣的愚人咒,正在減少 諸位同袍努力,解決完這些人 諸位仙家就能安心對付魔神了 improving yours 你覺得不勝4 呢? 禁擲儀儀儀償,終於無序分心,可以全力示威 啊 有效果啦 就这样压制下去的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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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些吧 啊 龜中基被毁了 失去他的压制 我们很难继续反击 但群玉阁是最后的屏障了 无论如何 已经不能再退让半步 我 有另一个方案 凝光小姐的意思是 我要放弃群玉阁 这是何意 我明白了 下约的 也是为了将来 能有机会重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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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终于算是结束了吗 那股极其凶煞不祥的气息 确实已经淡去了 百屋禁忌录的效力本就不是永久 又被群玉阁重新振回孤云阁之下 即使是漩涡之魔神 想必也无法再度兴风作浪了吧 多谢各位仙人鼎力相助 若非诸位碰巧在此 离岳港的未来实在难以预计 何必借机奉承 而且我们可不是碰巧在此 我们的来意 你转眼就想装作忘记了吗 刘云 神之著你是他本人一生的写照 群玉阁为离岳而悔 与他意义重大 我想如此程度的合作和牺牲 起码可以换来一句赞赏 不 这是应该要说 起码可以当作谈判的一枚筹码 才更合我的心意 多谢这位仙家愿意替我分说两句 其实诸位仙人今天的来意 我们都很清楚 但也是我们无法让步 三千七百年 据记载 诸位仙家与帝君签订契约守护离岳 已于三千七百年 直至如今 离岳的山水土地一如磐石般稳固 同千年前别无二指 这是令人赞叹的伟业 可这并不代表 离岳还是三千七百年前的离岳 请不要只把守护的目光 投在这片土地上 也请仔细看看这座城市 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吧 你是在质疑我们守护离岳的方式 绝无冒犯之意 只是希望各位前辈 能再为离岳考虑一次 居然还以前辈相称 你们这些七星后生 在我面前根本论不上辈分 今天早上 我还梦见了帝君 在梦里 我想对他说 我背七星 虽为凡人 同样有契约在身 历代七星的积淀 每一代七星都会留下值得继承之物 我还想告诉帝君 历代七星已经在您指引之下 努力在人类的世界生存下去 构筑了名为贸易的契约之网 但这些我都没说 我只是看着他 直到梦醒 呃 宁光 祖谓旁观者卿 你又想说什么 是呀 那是在蒙德发生过的一个故事 刺风守护于风神子民之间的故事 风神想要阻止他们的对立 因为他觉得 对立只会在双方心中留下伤痕 没有任何好处 陈氏的七国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吗 你说的 虽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当我们身为仙人 总归不该让帮我忙的异义相人 来看我们的笑话 好了 宁光刚才不是说 请仔细看看这座城市 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吗 这样的观察 我是尝试过的 你们为什么不试试呢 诸位仙家 数末将假咒在身 未能施以全力 你又是谁 我是千颜军教头 冯颜 特地来向仙人道谢 本以为这一战 就是我的最后一战 是诸位仙家出手相助 这才不至于全队伤亡惨重 诸位仙家大显神威 我只是平凡一兵 但我今后 也定会坚守阵线 不会辜负了 诸位仙人的恩情 大家怎么好像垂头丧气的 不是刚打败了大怪兽吗 你不害怕吗 小姑娘 刚才那么危险 畅畅不害怕 因为有千颜军的叔叔们在 有带着神之眼的厉害大人 厉害哥哥姐姐们在 还有全力乐的所有人都在 危险的时候 大家保护畅畅 平时大家就做好玩的好吃的 还会把海港造得越来越漂亮 那边的大哥哥 谢谢你保护离月港 下次海灯节的时候 来做客吧 没有办法 因为我毕竟是仙人 这样啊 那仙人也真是不好当呢 诸位 看吧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模样 契约的国度仍然感激仙人 但这么多年来 离月大大小小的问题 也不是非要倚仗仙人之力 才能解决 被我们称作繁民的人们 血脉脆弱 却也坚强 身与离月的契约 比喻千年 如今 已是离月与人契约的时代 看看周围 我们只不过站在这港口 似乎就感觉有些格格不入了 你说是吗 刘云 问我做事 又不是我领头 来这里越港兴师问罪的 咦 仙人那边的气氛 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回去吧 降魔大圣 降魔大圣的意思 我能明白 许久未见的离月 也的确与我印象中大相径听 恐怕 等我摸清这里的全新契约时 你们人类 又该在离月造出更新的样貌了吧 算了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罢了 诸位仙家都同意的话 我也不再执着了 但仙人离去之后 离月七星是否一手遮天 依我之见 仍然不可不防 好了好了 薛月 你这老家伙 别管这么多 要我说 这监督之权 不如就留给 离月万明吧 一场人仙大战的危机 也算是和平收场了吧 对了 虽然和平是好事 但还有一件事没解决 这场危机的原因 公子放住魔神进攻离月的原因 是为了逼阎王爷现身呀 危机只靠我们就消除了 所以阎王爷还是没有出现 嗯 这么说的话 那位神灵的死 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头雾水 不过最有可能的线索 是不是我们筹办的这场 没仙可送的宋仙典仪呢 不知道钟离去哪儿了 我们去网声堂问问吧